KG 哈哈哈被捶走 智商令人擔憂 智商令人擔憂的人才會被捶走啊 催生小啦 廢物電風扇 二連跳 上去上去 智商令人佔優 靠北 這個蠻簡單的 要去哪 晴晴生生啦 第一次玩也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這個遊戲就蠻簡單的啊 就算是第一次玩我也是吃雞的邊緣 看來我的確是糖豆實力主播 要吃雞了嗎 我覺得要啦 這是要做冰淇淋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沾白白的 把這個球球上沾滿白白的東西 我就卡他們 不給你們沾 不給你們沾 把它卡在上面 不給你們沾 不給你們沾 站在碎裂的冰頂上躲避底下的史萊姆 這怎麼玩啊 第一次玩耶 不過應該是跟跳那個蜜蜂閣一樣 在幹嘛 不 靠北 欸不是我要選角 哇他幫我一邊打這個還要一邊選角 你們想要讓地板睡得快一點是不是好啊 來啊 那我就來踩啊 大家睡快一點啊 都不要玩啊 你們都不要活啊 吃雞啦 太嫩了這些人 我這樣子就吃雞了 我只發揮了我25%的實力 然後我一邊還在選角 就輕鬆的吃雞了 特哥偷牌 完了 他說他身體不舒服 我其實只是不想跟我玩而已 還是他在跟小蝶玩 你看 難不成他在跟小蝶雙牌 算了 我們不要研究了 阿特 阿特 我的友情居然比不上一個妹子 想也知道一定選妹子 好吧我輸了 哎呀熊底走得好慢啊 欸扭掉 無情爆敲 你不用閃啊 你不用閃啊 我會擠得上是因為 他快要把冰推完了 所以他快要 我快要退了 所以我要擠得上 不過我扣他來就對了 扣他來就簡單 結束 結束 遊戲結束 水啦 進發 這才是應該要有的 上野聯動嘛 這把我一定要巨肉啊 因為你看這個 這些人一定 一定要有一個人他們打不死的 他們才會跑 我這把會出得很重 我們等下會一樣出正分 嗯 他沒TP阿 直接幹他就好了 塔直接不攻擊 輕鬆開幹阿 哎呦我的炮車 我的炮車 唉為了想吃炮車 露掉了我們的閃線 而且還沒吃到 真的假的 直接叫啥 隊友可以壓中嗎 簡易 哎呀 真的簡易 隊友壓中 有狀況我們TP 這樣打最好 多加斯已經消失很久了 四個人來找我 呃 隊友沒有壓中啊 他們要是壓中的話 就不會四個人來找我 他們沒有壓中的話 我就要退 這個就是這樣 沒什麼好說的 這個操作其次啦 就是 我們打Zoroq 最討厭到的問題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現在要幹嘛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看到有兵 就知道 他就會 帶一種那個 動物模式 我有時候 一直聊天 一直跟聊天室講話 我也會進入動物模式 就是看到有兵 就過一次 這個 說Lowcall操作 其實 終究靠的是腦袋 現在對 遇到了 應該吧 我們不會被風箏 不過可以再開Q阿 耶 被風箏啦 還有盾啊 無情慘招風箏 這維克的後期蠻強的 這把還有變數 我想去下路啦 但是我有點擔心他們 我沒TP啊 我怕我去下路還沒有被開 我沒TP啊 我沒TP啊 這波有點重啊 這波完全沒有必要啊 我們打台服很常會出現這種狀況 這是不能避免的 我覺得可以守啦 守這個塔沒有問題啦 來 打個囉 直接後方進場 直接後方進場 暴捏一頓 我們 我們前面先幹一套 先坦一套然後再TP後方進場 再拿條頭 我們能做的也就這樣啦 也就這樣啦 很難再做更多次了 我們慢慢點塔 我就站在這 可以了可以了 轉上 直接開也可以 直接開就是小心一點 如果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隊伍 他一定會轉上 我的引渡 被每個人幹了一套 連柯加斯的大決都拿來咬我了 難怪我會死這麼快 一個訓練有素的隊伍呢 剛剛一定不會拚GG啦 剛剛會所有人集結 然後去推上 他們絕對不會拚拚拚 這就是 SOLOQ跟訓練有素的隊伍 會做出事情的差別 就這樣想 對 訓練有素我已經彈超久了 金瓜連送兩波 再這樣打下去會輸啊 搞得現在我們要好好打會戰 打不好還會輸 打不好會戰還會輸 而且對面的carry傷害起來了 直接踩爛 直接踩扁 射分啊carry 射分啊那個R直接把對面全部打 我覺得他那個大決真的有點強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也覺得他很強 那麽一碰過去就 呸呸呸呸 全部人都在那邊看戲 直接看戲 沒必要進刮戰啊 本來要給他的 他要把握好前期 那後面送了兩波 這個抵燒啦 給最後一波有表現的色拉分 想也知道一定選妹子 什麼加10分什麼意思啊 欸被調整了是吧 怎麼可能加10分啊 北七尼 去你的 不如玩糖豆人 北七尼 有人在那邊破壞耶 搞破壞 好啊沒關係啊 你們就搞破壞 來啊看看時間下去啊 來啊 你看有人下去啦 我找不到 我的飲毒 訓練有數 風짝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